蔡英文是我們中華民國 第一號公務員 大概沒有哪個公務員 位階比他還高 也沒有那個公務員 薪水領得比他還多 除了李遠哲以外 然後他講了說 我不希望別人用100天 來評斷我個人執政的成敗 這別人是誰 別人是我們老百姓 我們早已經被深化了 一種民主交易 老百姓是陶家 然後我不希望 今天有一個新樓 說我不希望我陶家 用100天來打我的成敗 這一百天是什麼 民間企業一般來講 只要試用期間就三個月 我們是頭家 我們是納稅人 你是領最多薪水的公務員 你怎麼用這種態度 這個態度 套一句孤立雄的說法 就是什麼 殖民心態 我們都是被殖民了 所以我們沒有權力講話 他是殖民者 他是外來政權 所以他有權力講話 說你們不可以用100天 來打我的成績 請問你是用200天 300天 500天 請台灣總督蔡英文 給我們一個明示 告訴我們說 幾天才是合理的打成績 第一個 他心態不對 第二個 他不肯 誠懇的去面對說 這一百天他真的做得不好 你舉個例子他做得好 給我們聽 他哪一件事情做得大家滿意 我們不要說我們藍營的滿意 藍營的本來就監督他 不滿意是天經地義的 會滿意除了楊偉忠以外 那是怪卡對不對 所以回過頭來 我們簡單講就是說 連中間選民的民調裡面 都對他不滿意 他中間選民不滿意度 都還比滿意度高 他還有什麼話講 第二個 他要客觀的面對事實 他能力真的比柯文哲 差不到哪裡去 表現的結果如果大家看得出來 不是人家故意要吐槽他 等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